三重市公所关怀独居老人 每年都会安排许多的活动 除了带他们去逛101 高铁 今年三重市长李乾隆 和台北县议长陈信静 更陪同独居长者 一起到新开的大卖场 采买年货 从议长手中接过红包 阿公阿嬷们笑得很开心 议长本身也觉得很高兴 可以在行善之余也刺激消费 在慈惠志工一对一的照顾下 阿公阿嬷们开心的逛起卖场 不少人都把300元的提货券 拿来买年货 提早为过年做准备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个包枕 我想要买的会好玩吗 很有过年的感觉对不对 对 过年到了嘛 这个水仙比较好 比较有意思 对吗 我们才有鸡女款 部分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在志工们的帮忙下 依然可以将手中的礼券做最好的运用 这欧的这100空三 这也100空三 这14块 你三个都倒下了18块 好吧 他想吃这个腊肠 他说这个可以保存比较久 然后他在煮饭的时候可以放下去 饭好了以后 饭煮熟了 他也有菜可以吃了 有机会来逛大卖场 享受购物的乐趣 让这些很少有机会出门的老人家 留下了难忘的纪念 全年新闻省就里面会 三重采访报道